嗨 大家好 我是桑宇 今天呢就是我整個懷孕裡面 最期待的部分就是孕婦寫真 沒錯 我們今天來到了一間手工蕾絲的 孕婦寫真專門拍攝所使用的這個 服裝公司 我這裡把我的攝影師照來了 嗨 大家好 我是蜜喲 我是蜜喲 還有什麼樣的身材媽咪 像我是上半身肥胖 大肚子 然後比如說腿粗的媽咪 或是胸部比較豐滿的媽咪 要怎麼穿 然後擺什麼動作才會是最好看的 哇 到了一個所有女孩都會 精神尖叫的地方 跟分成起來 這麼多的禮服 那我們今天有請到店長Candy 待會兒要幫我們介紹 因為每個媽咪的身材都不一樣 像有分成哪一種 上半身比較豐滿的媽咪 對 那它有沒有需要注意的 如果說你是屬於懷孕之後 或是本身屬於上半身就比較豐滿的話 就會建議你可以選擇 比較平口式的上衣 它就不會分散你肚子的重點 然後也可以讓你的 就是身形看起來比較好 那如果是 比如說腿比較胖的媽咪呢 你有沒有比較建議 她選哪一些禮服 腿胖的話 如果你對腿沒有自信 就是把它遮起來就對了 好 我們現在要來請教一下Candy 到底哪一件禮服是 最受孕媽咪歡迎的禮服呢 這邊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一件是做兩截式的白色孕婦禮服 那它這邊的話 這一個的話 上衫是特別是做卡尖一字零的設計 那可以修飾媽咪最在意的手臂的部分 對 我就是選這一件 對 然後另外下半身呢 是做紗 閃狀的 可以修飾就是我們媽咪的 比較在意的下半身 那可能會有服裝的問題 它都可以修飾掉 甚至是顯示若隱若現的感覺 第二獸歡迎的是不是比較神秘感一點 對 哪一件 是黑色的 好 可以看一下這一件 它是做比較性感一點的感覺 前面是做V零 後面的話呢 它也是做V零 大漏背 對 那黑色的話又可以讓身形的話 又再更修飾一點點 那特別凸顯肚子的部分 那如果我想要活潑 然後青春洋溢一點 妳有沒有推薦哪一些 是我們最近剛出來的 好美喔 就是針對春天去做一系列的 發表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有做點點 蝦可以看起來比較活潑 好的 那等一下這三款 我們就要來試穿囉 千萬不要以為 拍孕婦寫真很輕鬆 像今天呢 孕媽咪就要自己準備很多東西 我就準備了這一個 叫做 新衣服 是必備的嗎 沒錯 因為妳穿孕婦禮服的時候啊 就是不可能穿著內衣拍攝 所以新衣服就變得很重要 要貼在裡面 才可以防止曝光 第二個 第二個呢 媽咪們要準備來拍照的 就是通常要帶這個來啦 胸貼 胸貼真的超級重要 就算妳貼了新衣服了 因為其實懷孕的時候啊 媽媽會因為荷爾蒙的影響 妳的乳暈會變深 也會變大 所以有時候即使就是用了新衣服 還是會透出顏色來 所以這時候胸貼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防守 可以先貼在裡面 然後第三個我們也會建議媽咪們 妳在拍攝孕婦寫針的時候 妳要準備這樣的一件 膚色小褲褲 因為穿在禮服裡面的時候 它可以跟妳的顏色比較像 才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內褲形狀 這樣就很尷尬 這個也是很必備的對不對 就是妳拍照的時候 妳可以準備一件 白色或黑色的蕾絲小可愛 因為像有些媽媽 她不好意思穿內衣直接拍照 所以妳可以直接準備像這一種 也是一個很不錯 它很百搭 比如說黑色禮服 白色禮服 我們只要穿在裡面 它還跟禮服都不會有什麼 沒錯 衝突的感覺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除毛 因為其實是女生攝影師 所以有些媽媽她會覺得說 要把握機會拍全裸 結果她來到現場 她竟然私密出忘了除毛 天啊 然後拍出來會怎麼樣 妳一定就會側面看到 毛毛飛揚的樣子 這樣子就很不美感 她看到毛片她也會哭 她也會哭 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 做好這些小黑狗 再來拍禮服行程 沒錯 然後我現在就要來試穿啦 好害羞 肚子亮相 這間禮服居說 是店裡面最受歡迎的禮服 然後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因為它可以修飾手臂 然後可以讓妳的身形 更加明顯 像這樣的禮服 五百姿勢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因為像這件禮服 可以凸顯妳的肚肚 所以妳的手 可以在妳的肚子附近做活動 譬如說最基本 第一個 妳可以放在肚子 下面的地方兩側 來呈現 肚子很重 包包很大的感覺 然後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妳的手可以一上一下 環繞住妳的肚子 去呈現出媽媽媽很有母愛 很愛寶寶的這種感覺 我是一隻魚 這件是魚尾的耶 好美喔 這件非常能夠展現 女人懷孕的時候 S曲線 S曲線 那像這件黑色的禮服啊 有沒有一些拍照的小Payball 像這種禮服啊 因為妳該凸的地方都凸 該凹的地方也凹 所以妳就可以做一些 比較極致的動作 妳可以手插著 然後腿夾 往這邊屁股扭 再用力再跟扭 有沒有 身形就會 很S出來 很有個性 這三套很春天耶 很像花仙子的感覺 那這一套 有沒有什麼拍攝的狀況 因為這一套 它的禮服很輕薄 所以妳可以展現像 叢林中如神的那種味道 妳可以輕輕拉著裙擺旁邊 然後隨意的這樣子晃動 攝影師就會幫妳抓 就是裙擺晃動那種 飄逸感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 因為這裙子後面很漂亮 所以我們拍攝的時候 可以請媽咪坐下來 剛好也可以讓媽媽休息一下 因為這個會長度 所以妳必須就把手 都放在肚子下面 顯示出我還是入腹 像這樣子 然後通常拍的時候 我們在旁邊就可以請助理 幫她擺動一下 妳就很有仙氣感 對 我自己也拍過孕婦寫真 其實我覺得 人生這一刻是非常非常值得留下紀念的 所以在 尤其妳在拍的時候 妳可以感覺到跟寶寶的互動 有的時候寶寶在妳 可能擺動作的時候 他會踢踢妳 然後跟妳玩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是 很棒的一個親子時間 妳還說有什麼特別要注意提醒大家的 就是拍攝孕婦寫真的時候 那個時機點也很重要 通常我們會建議 二十八到三十二週 也就是孕婦七八個月的時候 不是說越大越好是不是 越大會越有風險 因為其實像寶寶三十六週的時候 他就已經隨時準備要出來了 然後 尤其到後面的時候 媽媽會很累 對不對 像肚子就很重 如果妳站起來坐下來 就有點累 所以拍照其實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如果你太後面拍的話呢 就會在安全上會有顧慮 謝謝Mio幫我們帶來 非常精彩的講解 希望每個孕媽咪都可以有 快樂的孕婦寫真時光